文化文 要真正認識和了解最緊要肯問 這個文化文的教會兩代目者編輯到第十集 這一集想跟羅牧師傑傑談談 即是現在很近況 就是這個疫情下的教會 之前我們就訪問年青人的時候 都聽過年青人對於現在疫情下的教會的看法 現在有機會問一位牧師 即是在現在的情況下 其實沒有教會 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困難 或者一些好處 我可能經常上網 我沒有什麼困難 而且見到好處多於壞處 例如今天錄片之前 我正在做網上的門訓 那些弟兄說有一個住Richmond 有一個住12個小時 其實都很累 你故意駕車回教會做門訓 都借了 但現在不是 我按個按鈕 在家上網面對面 可以做到門訓 很開心 另外有時 我星期五晚上十點鐘 跟那些弟兄一起讀經 有些住到Lanny 十點鐘回教會 簡直坐我都傻了 大家只要按個按鈕 在家裡一起讀經分享 反而我看到很多方便的地方 我看到沒有人際接觸 其實都不是的 只要我們很多善用網上的平台 例如zoom也好 team也好 meet也好 拿著手機 還可以看到樣子 其實都可以 團契、祈禱、商交 都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肯上網的話 其實有很多方法 可以保持接觸 我覺得如果我們肯走這一步 應該問題不大 反而現在還好似 能夠凝聚大家的機會 還多了 其實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現在在這個疫情底下 教會在做這件事 是很值得持續的呢 還是其實可能 當疫情完結了 或者真是 恢復 叫做正常 這些東西 應不應該回到以前的模式 還是持續好的呢 我自己就很值得 很值得 繼續用的 這些工具 其實很多年前 我都開會 跟不同的省份 外國的弟兄姊妹開會 都是用網上的平台 WebEx 或者zoom 不過現在 突然間教會發覺 咦? 不能回到教堂 突然好像發現了很多寶藏 很多都變成網上 其實這些東西本來一直存在著 不過以前我們很少用 不過現在發覺 咦?很方便 我覺得將來都繼續用是好的 特別是溫哥華 是全北美 塞車 交通最嚴重的地方 還有有時候晚上 有些都不想開車 有時候年紀大了 眼睛又不太方便 按過按鈕 就可以見到對方 而且祈禱會也多了人 發覺是很方便 可以互相接觸 特別是祈禱會 團契 茶經 悶訓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如果教堂 將來可以再開 疫苗又活動的話 我覺得 這個叫做 Hybrid Model 教堂又開 網上聚會 網上的事工 繼續同步發展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健康 應該做的一個方向 嗯 其實呢 我們講了這麼多集 都是講這個 兩代 你 看不看到 在現在 疫情下的教會 在這些變化下 年輕人和長輩有機會 有爭拗的機會 當然少了 沒有機會見到 但是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什麼年輕人很值得學習 又或者 年長的一輩 都是很值得學習的呢 你覺得 我相信 年長一輩 需要突破 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其實我經常講很多理論 教堂不等於教會 教會是一班 被神呼召的人 突然 理論講了很多 突然之間 回不了教堂 很多人是哩哩的 回不了教堂崇拜 這個不是崇拜 或者覺得 在網上對YouTube崇拜 又不行 發覺 他們需要重新肯定 回教堂 不等於教會 如果教會是一班人 為何我們今天 不可以在網上 一起去團契 祈禱 問候 一起去追求呢 我們平時講的理論 其實不是work 理論還理論 到實踐的時候 我們都過不了 一定要回教堂 讓四棟牆 規範了我們的信仰 這個我相信 年長一輩 特別需要想回 耶穌說 我們敬拜的是心靈 很重要 不只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相信都要調整 另外我相信 年輕一輩都需要學習 雖然我們網上都很方便 但有時候都很喜歡 見到面 虛寒紋亂一起吃飯 其實都很重要 今天我們錯過了 也珍惜那種 其實一起見面 一起吃飯 一起同一個屋簽下追求 都很重要 都要明白 連長一輩 他們那種 哭哭亂 那種 其實不能回教會的難處 大家彼此都要 不要condemn 別人 也不要指指 別人 我相信 接下來教會領袖 最難就是 面對兩班人不同的需要 譬如我教會為例 前一陣子做一個網上調查 就問 如果教會重開崇拜 你會不會回來 八成的人 八成的人說 現在沒有疫苗 八成的人說 開了我都不回 只有一成 一成的人肯回來 一成的人 多數年紀比較大 宗明是兩種極端的 但不需要手指指對方 不過要平衡這兩方面 人的需要 就有很大的挑戰 也是的 始終 當有不同的看法的時候 很容易會手指指對方 而忽略了對方的感受 我想這件事 雙方都值得學習的 兩代 個人一點 說到現在疫情下的教會 Savia 你自己作為牧者 你覺得 暫時最大的得著是什麼呢? 最得著的 我相信就是 教會 今天我們終於 成為一間無場的教會 教會終於 沒有被四面牆限 而且我們突然發覺 弟兄姊妹的關係很重要 今天我們不能回到教堂聚會 但是我們真的 是一個跟從主基督徒 去到我們最基本的 可否有一個團契 在網上給予支援 一起追求 在聚目者來說 我們有時候 很多目者都可以計 崇拜多少人頭 Head count很重要 這些數字 都成為我們虛假的安全感 看到教會坐滿人 多好 可能睡覺未定 但現在發覺 教堂一個人都沒有 都問回自己 你的安全感 你的成就 究竟在哪裡呢? 看不到人在教堂 究竟 如果你發覺 做目者 我們的安全感 是教會坐滿人的話 現在就很大挑戰 相信給我們很多 我自己很多反省 究竟我的安全感 我成功的指標 用什麼去衡量 現在沒有人頭可以計 究竟怎樣去計 其實都有很多反思 什麼叫成功的教會 成功的目者 什麼都人去留空 究竟怎樣去看自己的事奉 都是很好的學習 反而現在就是 將自己屬靈的生命 多了 有機會 真的直接 跟神去交代 而不是跟人去交代 我自己看到 但是Savior 你說到無常教會 這件事 想多問你一點點 其實無常教會 這件事 都不是今天才說的 但現在真的開始實行 其實 可不可以解釋多一點點 你自己怎麼看 什麼叫做無常教會 我相信 教會 我們不只是為了教會 四面牆裡面的人 教會應該是 被猜獻 祝福社區的人 祝福外面的人 今天相信 我平時習慣在教堂聚會 你說說無常教會 都是一個理論 現在真的 回不了教堂 被迫成為一個無常教會 教會就是人 人分散在不同地方 如何在不同崗位裡 去服侍 去見精神 我都是很好的學習 今天不是以一個地位 來作一個指標 今天我們回不了一個地位 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跟從神 如何活出我們的照明 我相信都是很有意思 我們整個陣子 我們回不了教堂 我們祖禮拜託 行驅討告 在盛利街 一起走一齊 為社區祈禱 也在外面 我們在街上 免費洗車 以及收集罐頭 送給一些無家可歸的人 這條是在教堂外面的地方做的 我覺得很有意思 沒有教堂 我都可以做的 但我們改變的觀念 就是 我們不要被一個建築限死我們 例如我星期一晚 剛剛開始了一個網上的啟發課程 平時的啟發課程 就回教會吃飯 聊聊天 傳福音 現在教堂回不了 咦? 網上也可以 當中有很多無道朋友 沒有回教會 還沒信耶穌 都一起在網上 一起又聊又講 關於人生和信仰問題 我覺得很有意思 沒有教堂 沒有難助我們 繼續去見精神 傳福音 轉變 從來都是很多人最難克服的生命歷程 尤其年長一輩 要作出重大的轉變的時候 絕對不容易 所以當年青人 在教會提出轉變的時候 遇到的 很多時候都是失望而回 相反 在疫情下 教會迫著要改變的時候 就發現年長一輩並不是改變不到的 其實長輩們 有時候可能只是讓習慣控制 看少了自己的適應能力